好,大英姊妹,五安 好,很開心我們今天可以來到 《香港聖詩會點解聖詩講座》第十一回的講座 我們很開心可以在這裡實體和大家見面 我們今天來到《香港聖詩會點解聖詩講座》 我先介紹自己 我是鄭雲家宣教師 是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香港堂的宣教師 我同時是《香港聖詩會事務發展委員會》的成員之一 也是今天講座裡面的主持 相信大家都會很明白 近這幾年《Virtual Choir》是突然間在教會圈是非常流行的 大家我相信都明白的原因是為什麼 大家這一刻我們戴著口罩就是同一個原因 都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大家都知道疫情是大大改變了我們教會的生活 你知道平時我這些傳導人、牧師 大家平時很喜歡叫大家回教會 有空你回去教會 但疫情期間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牧師傳導人會跟你說 你不要回來教會 這期不行 你沒想過牧師都要叫你不要回教會 我們沒想過我們會出現一些日子 就是原來你想回都不能回教會 所以你就會明白 無論疫情也好、防疫政策也好 總而言之的事實就是我們不能回教會 然後the worship must go on的時候 怎麼辦呢? 自然就會引入了不同的科技 去回應不同的牧羊的需要 所以virtual choir正正都是這個時代 其中一個被流行的產物 但是今天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對virtual choir之後的發展是怎麼樣呢? 到底它是不是真的 好像這個題目所說 是虛火來呢? 就是隨著疫情消失 它都會隨之而熄滅呢? 還是其實它可以為科技的牧羊帶來另一條路呢? 所以今天這個聖詩會講座 可以說是我們聖詩會傾巢而出 我們其實今天是有很多位事務發展委員會的委員 都有份參與這場講座 首先我們有香港浸信教會的團隊 為我們分享virtual choir的一些經驗和一些看法 然後之後講座的下半場 就是有林思學牧師和梁日軒博士 為我們帶來一些科技上的示範 所以就很開心 今天不是只有我去講的 是有其他的團隊一起去分享的 首先我們都歡迎陳牧師、施武和Theresa 他們都是去分享的 其實我都說回 其實我剛才都應該舉手 我都有份製作過一次 一次virtual choir 不知道堅浸的情況 在疫情期間大概是製作了多少個virtual choir 當中都可以讓大家認識一下 我想其實堅浸製作過幾個virtual choir 不過多些是比較小型的 而是怎樣呢 是由由下而上的 不是說牧師說 現在快點交一些東西出來 你們就要做virtual choir 或者要一些同工 反而是在不同的師班裏面 他們其實已經做了 因為師班裏面 或者有師班員掌握了這個技術 於是他們就開始了製作 這些小型的virtual choir 不過之後當然是繼續有發展 我們就做了兩個比較大型的 即是有幾十人的virtual choir 而當中我們就很開心 因為當我們有這樣的意念去做的時候 就出現了Theresa 她就很著重了這方面 我請她說一說是怎樣 其實都是一個機遇 因為我當時主要在普通話的群體裏面去服飾 當時疫情的時間 就是普通話的三週年的堂慶 又回不了教會 統籌就說 不如我們嘗試唱virtual choir 那時候 剛好在半年前 我就拿了個課程 學了一點點關於錄音混合的東西 於是膽躁躁 只有兩個禮拜時間 就叫了三十個人來教影片 但其實我只會做聲 影片的部分 就很感謝由我們教會的幹事 幫忙去負責 就做了一次 在三週年的崇拜度就出了 後來在十一月左右 我就被問到 粵語這邊有聖誕節要唱 Hallelujah chorus 你可不可以來幫忙嗎 我也是膽戰心驚地 去答應這件事 因為我以前學習的過程 都是做一些 可能流行音樂那方面 不會那麼多歌曲 現在 choir 都六十條歌曲 我其實都是 邊做邊學 然後看YouTube 去嘗試 再加上大家 現在我們有一個群組 一起去負責各部分的東西 才能完成 經歷就是這樣 或者我再說說 為甚麼呢 剛才Theresa說 她製作了一個三十人之後 我們邀請她在聖誕節 我們會打算做Hallelujah chorus 其實對於堅持不是新鮮 因為過去我們也起碼有 六至七年左右 我們每年的聖誕節 我們會聖誕節崇拜唱 先聽聽吧 打聖誕節 與聖誕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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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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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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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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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